近日,记者走进贵州省前西南 布衣族苗族自治州新义市泽荣镇的平寨村 一位身着布衣族传统服饰的老人 正吹奏着一根长约40厘米的独特乐器 布衣族乐游 他的手指在管身阴孔间灵巧穿梭 古朴而悠扬的旋律随之飘荡 布衣族乐游是一种木制的双簧直吹乐器 流传于新义市及南北盘江沿岸的布衣族聚居地区 其技巧丰富多变,发音优雅圆润,多用于传情达意 2008年,该乐器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现年71岁的吴天平是布衣族乐游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从儿时起,他便跟随着布衣族前辈学习该乐器 乐游是不一语的译音 名词是一只喇叭 作为动词时,有追的意思,游则代表着恋人 因此,乐游可以被译为向情人发出信号的小喇叭 走进吴天平的家中,各式各样的布衣族乐游整齐地悬挂着 其中,既有坚守传统的木制品 也有利用鸵鸟骨等非传统材料制作而成的创新制作 它是用的是冲锅,冲锅就是从山上生的那种冲子的昆虫 那种昆虫它是有掌红大,有团,有肠 我们就用肠来做这个扫嘴 它吹起来,它好像比较优雅 它又不扎声,也不懂 吴天平告诉记者 平日里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对传统的布衣族乐器进行创新 他不仅制作出了能弹奏多种音调的双头乐琴 还巧妙地利用牛角、葫芦等天然材料 创造出了音色各异,却又和谐相容的独特乐器 这个啊,原来都是大部分都是医院的,就没的时候去的 然后呢,我就在这呢,又唱一个比较独特 就是男生唱的时候,我就弄这种饭汉的 那就是第一号中音号 然后呢,女生唱的时候我就会看高音 这个有点,我唱来的时候 就觉得那种吹的比较浪败 吹的比较普通 所以吹的只有两个音,不无这两个音 我怎么让他来说,他做野心呢 那他做野心 来 来啦,好另外哦 对 不是这个,就有点快乐就吹了 你可以吹掉啊 如今,常有不一族音乐爱好者前来拜访吴天平 他总是耐心地传授他们吹奏技巧和如何制作乐器 在新一世组织的飞移进校园活动中 吴天平更是成为了多所学校的不一族音乐老师 因为我是个传承人家嘛 我要叫做好处弟子出来啊 像我家人嘛,别人在着 我们在着是不宜存在了哈 他爱好,热的他就来 来说啊,晚上不管 我这边有班人有些 有来,有这下来,有 你喜欢哪样就说哪样 来的就教我啊,中国做啊 肯定要给中国自操,中国使用 能不能帮助你 是个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